唐主李恒用了近一年的时间 先后四次发兵长安 最后还是在回合兵的帮助下 才收复了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 完成了他心目中最重要的评判任务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唐风云 我是杨丽辉 公元757 自得二载十月 官军持负乱扬后 李恒一边从凤翔赶往长安 一边派人接李隆基回京 远在属地的李隆基 一共收到了两轮上表 第一轮就一表是李恒写的 意思是让李隆基回来继续做皇帝 自己滚回东宫做太子 李毕知道后 断言李隆基看到表文一定不会回来 他给李恒出主意 让群臣再上一轮贺表 只说李恒很想念父亲 请李隆基回京 以便李恒尽孝 果然李隆基看到李恒的上表 表示不想回去 等他再看到群臣的上表后 才高兴了起来 甚至在吃饭的时候 还看了歌舞表演 吃完饭就定下了回京的日子 由此可见李隆基是真心想回去的 李恒这边 10月23他进入长安 城中百姓出城20里迎接李恒 一路上百姓连绵不绝 兴高采烈的高呼万岁 有些有才的还跳起了舞蹈 李恒来到大明宫 御史忠诚吹气 把当时投降叛军 做了伪职的官员们 全部截下头巾 光热脚丫的带到了宫门前 让他们垂胸顿足 痛哭流涕的向李恒谢罪 并组织了百姓为官 洛阳这边 李玉抓住了以陈熙烈 张继为首的投降叛军的官员三百多人 这些人心里清楚 被官军捉住 除了求饶 别无生路 个个身穿束缚 痛哭谢罪 李玉性格仁厚 再加上这群人 大多是被裹挟在一起的 觉得没有必要杀他们 就上表给李恒 请求放了他们 但李恒并没有直接同意 而是让李玉 把他们全部押送到了长安 这些人被押送到长安后 吹气让这群人 又表演了一遍 之前长安委职表演过的节目 然后把他们全部押送到了 大理事和经兆府的大狱中 除了长安和洛阳的相关 其他郡县投降的官员 也全部关进了大牢之中 等待进一步的发落 11月初 广平王李玉和郭子怡带兵 返回长安 李恒对郭子怡说 吴芝家国 游青再造 李玉和郭子怡回京前 派河南截斗使张稿 带领卢 卢锯 莱田 李芝 李世叶 李焕等人 继续清扫叛军 此时的叛军兵败如山倒 河南河东的叛军纷纷投降 河南河东只有北海军和大同军没有收复 11月22日 李隆基从蜀地来到了凤祥 跟随他一起来的还有600多军事 李隆基让军事们把武器全部交到了凤祥的武器库中 李恒另派了3000精旗兵来迎接李隆基 12月初三 李隆基抵达了咸阳 李恒带着皇帝遗仗来接李隆基 咸阳有个望贤公 在这里 李隆基李恒父子 时隔一年半再次见面 短短的一年半发生了太多的事 对于李隆基来说 一切都已经是灼热黄花 就算心里有再多的不甘 他还是要配合李恒 完成面子上的谦让之礼 我来和大家详细的描述一下他们是如何谦让的 李隆基站在望贤公的南楼上 李恒在跨到南楼的时候 脱下自己的黄袍 改穿纸袍 然后下马 小步快走的来到楼下 扶地叩拜 李隆基下楼 扶摸着跪在地上的李恒 哭泣不已 趴在地上的李恒 双手捧着李隆基的双脚 也是乌夜不止 父子痛哭一番后 李隆基要来了李恒的黄袍 亲自给李恒穿上 李恒推迟不肯接受 李隆基表示自己回京后 只想安度晚年 再三给李恒穿衣服 李恒推迟不过 只好穿上了黄袍 这一番父慈子孝的场景 引得围观的百姓点点喝彩 之后 李恒亲自尝菜 父子谦让正殿 我就不一一描述了 第二天 李恒陪照李隆基 从咸阳出发 李恒先是给李隆基牵马 走了几步后 李隆基制止了他 让他也骑上马 李恒骑在马上 不敢走路正中间 在李恒一路小心翼翼的陪伴下 李隆基回到了长安 回到了他荣耀了近五十年的地方 击败完祖宗后 李隆基住进了兴庆宫 大家注意一下 李隆基现在住的是兴庆宫 后闻中 他在这个住处 差点给他转来了杀身之祸 到时候咱们再详细地说 之后李隆基正式将传国宝 送给了李恒 虽然李恒早就拿到了传国宝 但他之前一直是供起来的 并没有真正地接受 此时李隆基亲传 他这才开心地收下了传国宝 处理好皇位的事情后 李恒要履行他做皇帝的职责了 首先 大赦天下 这次大赦 有些特例 和安禄山一起造反的 李林府的子孙 杨国宗的子孙不再大赦之列 然后大封功臣 封全国兵马元帅 广平王李裕为楚王 加郭子怡为师徒 李光碧为师空 其余有功之人 君按需进阶 嗜觉 不再一一表述 已经殉国的 比如李成 卢毅 严稿青 袁履谦 徐远 张寻 张继然等人 全部追封 子孙封官 普通阵王的军事 家里免除 赴岁摇役两年 这里面有一个人 我专门的提议一下 上党节度使 成千里 因为他是被申请的 就算是后来被杀了 但他也没有得到追封 其实我觉得 李恒欠成千里 一个公道 现在咱们给他补上 弹幕和评论区 打上成功千古 奖励完功臣们 李恒还做了一项 重要的改革 那就是把李隆基在天保年间改的地名 全部改了回来 就是说 短暂存在的郡 再次被废除 全部改成为周 郡太守 改为了周刺史 这真是一个 洗大谱门的决定 之后 咱们表述地名 就可以完全统一成某某周了 但因为改革谱级 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会出现郡名和周名混用的情况 另外 之前的文部 武部 县部 也全部改回了 吏部 兵部和刑部 接下来就是要处理 之前投降判决的官员了 李恒让李部上书李县 兵部是狼 吕尹 御史中成吹气 殿中是御史 李希云 组成了一个审判团 讨论如何处置这些相关 这里面的李县 就是之前告密李林造反的 江陵长使 李希云 就是之前咱们提到的 安息行军司马 这四个人 对相关的态度 分成了两波 李现和李希云 建议从宽处理 而吕尹和吹气 则希望严惩 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 李恒取了中间职 让李现等人 把这些人分为了六等 最严重的 拉到菜市口 轻一点的 吃自尽 再轻一点的 张一百 再之后的 流放 眼观 像原河南尹 达西云一样 主动投降的 被判为一等 直接斩首示众 向原宰相 陈希烈 在乘破后 归降叛军的 判二等 赤致尽 其他官员 均按实际操刑 进行归类 一一处理 这里面有个特例 就是和陈希烈 一起投降的张继 他应该被归为二等 但因为他和李恒 关系比较好 加上他是老宰相 张月的儿子 李恒想要赦免他 但李隆基觉得 张继作为皇亲国戚 危难之时 完全不考虑国家 不能轻易赦免 最后 二人又取了中间职 把张继 回放到岭园去了 其实 李恒杀降官的这个决定 不能算错 但他太着急了 应该等天下平定之后 再去做这件事 现在匆匆忙忙的 把降官杀了 你让那些 还没有归降的官员 怎么办 他们是不是 会跟着叛军 一路走到底 果然 跟随安清旭 逃到河北的官员们 这也不幻想 得到朝廷的特色 和叛军一起 顽强的抵抗官军 李恒对降官挺狠 可对于投降的叛军 却异常的好 叛军中最大的罪人 严装 反而被李恒 受为了失农青 其实站在李恒的角度 也好理解 他希望让叛军的将领们 看到朝廷是给他们 留后路的 不用舒适抵抗 这个方法如果只是做给叛军看的 也还不错 但李恒坐着坐着 就把自己也带入了 他收复两斤后 竟然幻想通过朝安 来平定叛军 也正是他这个想法 给大唐带来了无尽的后患 安清旭北逃 部下大将 被他奉为北平王的李恒人 带着自己的部众和胡兵 共计万余人 逃往泛阳 他们回泛阳的这一路上 实行三光政策 所过之处寸嘲不生 可怜河北被史诗明 抢掠一番后 又被李恒人清洗了一遍 泛阳是史诗明的地盘 他担心李恒人会宣兵夺主 就派了重兵防范这一支 白抢之师 好在李恒人 并没有和史诗明较量的意思 在史诗明的招服下 大部分的人都投靠了史诗明 胡兵中 只有通罗兵不肯归附史诗明 史诗明带兵就打 通罗兵不敌 逃回北方 一路上所抢财物 全部被史诗明夺走 真的是当了一手好快递员呀 史诗明的壮大 让安清旭很没有安全感 安清旭想了一招 他派阿斯纳成庆和安守忠 到泛阳征兵 让他们暗中除掉史诗明 史诗明的部下 判官耿仁智 看懂了安清旭的阴谋 对于史诗明说 您竭力为安市效力 是因为受到了他们的胁迫 现在唐使复兴 天子仁厚 您如果能率领部下 归顺朝廷 实在是一条 转祸为福的出路呀 另一个部下 吴成痴 也跟着 劝史诗明 唐氏复兴 安清旭 就好像树叶上的 露水一样 难以长久 您为何 要跟着他一起灭亡呢 如果归顺朝廷 就能很轻易地 洗刷掉之前的过错 吴成痴 就是之前咱们提到的 吴成恩的足弟 史诗明听后 觉得很有道理 等阿斯纳 澄庆 和安走宗来到范阳 史诗明带领 数万大军出门迎接 而阿斯纳 澄庆 带的不过五千人 双方相聚一礼的时候 史诗明对阿斯纳 澄庆说 相公远道而来 范阳的将士们 很是高兴 但边缘地区的士兵 素来怯懦 相公带来这么多的人 士兵们都很害怕 不敢让你们进城 希望你们能够收起武器 这样才能让士兵们放心呀 阿斯纳 澄庆等人一看 这不听也不行呀 于是就按照史诗明的要求 放下武器才得以入城 史诗明引着阿斯纳 澄庆 安守忠等人来到内厅 设宴招待 就在阿斯纳 澄庆 和安守忠喝得正高兴的时候 史诗明派人 给他们的部下送粮食 就地遣散 愿意留在范阳的重重赏赐 全部编入了自己的军中 第二天 阿斯纳 澄庆和安守忠 酒醒后 发现自己的部众 竟然神奇地消失了 方才知道中了史诗明的计 果然没等多久 史诗明就把他们囚禁了起来 史诗明处理了阿斯纳 澄庆后 派人到长安上降书 表示自己愿意带领 所侠的一十三郡 和八万士兵归向朝廷 并说自己可以要求 高秀妍也一起投降 李恒接到史诗明的响表后 自然大喜 封史诗明为归翼王 泛阳节度使 朝廷为了取信史诗明 就让已经投靠史诗明的 吴承恩 前往泛阳安抚史诗明 吴承恩这一路上 没有受到阻碍 他一路走 一路宣读圣旨 恒州 赵州 冀州 伯州 昌州 盈州 定州 深州 德州 帝州 再加上十四名所侠的 幽州等地 全部归顺了朝廷 除了向州和周边地区 还被安清序占据 河北再次归附了朝廷 河北的归附 算是为智德二载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时间来到了年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两年 朝廷新设了 星平 上党 北海 河中 东川 西川 京黎 奎侠等节度使 过老年 李恒下造 改元千元 同时 爸已经喊了十一年的 载 恢复成了年 所以新的一年 就是前元元年 大家看看地图 在这个时间点 全国除了安清序 在向州 狗言参喘外 明面上 叛乱已经平定 的确 前元元年的前半年 基本上没有战事发生 一切显得那么的和谐 既然没有大事发生 那咱们就选一些重要的事情 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 这半年 正月 李恒停止了 搜查散落民间的 国库财务 二月 李辅国兼任太普卿 他和张良帝 勾结在一起 慢慢地开始 全清朝野 北海军的叛军 坚持不下去了 也归附了朝廷 三月 李玉改红为成王 张良帝 如愿以偿地 被封为了皇后 正西节斗使 北庭节斗使 李世叶 平定了北庭兵万 正西节斗使 就是以前的 安息节斗使 五月 取消盗采坊使 改处置使 为观察使 立成王李玉 为太子 其实 立太子的过程 并不顺利 张良帝 想让李恒 撤离他年仅几岁的 儿子为太子 就在李玉 犹豫的时候 经过大臣们的劝谏 李恒 还是立了李玉 为太子 七月 在第五期的建议下 发行千元重宝 一枚千元重宝 相当于十枚旧币 同时 他还主持了研发改革 稳定了当时的经济 大大的提高了财政收入 这一切看起来 好像已经恢复了正常 那李恒就要着手消灭安清旭了 为了彻底的孤立安清旭 首先还是要处理好 范阳的史诗明 虽然他归向了朝廷 但实际上 他依旧割据一方 并不受朝廷节制 李恒的做法 是让人架空史诗明 然而就在李恒觉得万无一失 拿下史诗明的时候 架空行动出了意外 使得史诗明和安清旭 再次联合了起来 这次联合可不得了了 直接爆发了历史上 著名的夜城之战 也正是因为夜城之战 让原本已经消停的叛乱 再次乱了起来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夜城之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